海球 金色的海球 金色的海球叫做什麼 金牌球 今天誰講得最爛呢 誰就要被這個金牌球砸 可以嗎 你們出道的時候我出來工作 那當時五月天的門票 都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去 等待去購買 當時是用入場的方式 那當時因為我已經是社會人士了 所以一直都沒有辦法入場 那我的妹妹在她大學的時候 有參加過你們的 校園演唱會 她一直跟我推薦說 人生一定要 去一場五月天的演唱會 那後來她也畢業了 她也開始工作了 她也很忙碌一直都沒有時間去 那再過個幾年 她就生病過世了 那時候剛好是 2012的諾亞方舟 的巡迴演唱會 我就從我妹妹過世之後 開始加入五月天的行列 我想要點時光記憶送給我妹妹 我希望她在天上可以聽到 掌聲鼓勵 很感人的故事 很感人 這個如果五月天沒有唱 接下來這首歌的話 真的 就不是人了 對 好後悔 好相信 想求愛信不行 再一次 我就不會走向這樣的結局 好後悔 好相信 誰把我放回去 我願意付出所有愛回憶的時光景 她點歌成功了 對啊 人家故事那麼真實 又點那麼好 對啊 她的故事呢 其實屬於是 金拍球的類型 笑不出來 但是 不能笑 我覺得那個金好看 就是很感動 眼淚都要流出來了 雖然不好笑對不對 但我們人生就是這樣 不管世界上有沒有時光機 可能都沒有辦法 回到當時的 那個當下去挽回什麼 你是排球隊的吧 他是真的喔 我本來打算要輕輕的拋球 但我現在打算用殺球 好啦 我看你殺 我看你殺 沒有你拖球耶 我們那個球啊 是沒有簽名的 結束之後 工作人員會在你的後台 我會幫你簽名 準備好了沒 掌聲鼓勵 不是 我不是 我就是 你 你 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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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